《罗马书》 《罗马书》第3章第21节 这一堂课跟弟兄姐妹交通第12点 第12点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得出来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得出来 找到没有 找到咱们一同来读 一二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得出来 有律法和兼职为证 好 读到这里 先读到这里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得出来 显不显得了 在律法以外 律法以外你还用律法衡量自己有罪没罪吗 现在你在哪以下 你是在律法以外还是在律法以下 那么你在恩典之中 对不对 上章跟我们讲的 我们记住现在所站在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你在恩典中 他在盼望神的荣耀 你在律法下 你盼望的是罪 你过一天就犯罪 因为律法是叫人执罪的 你在律法下 那么律法就指控你有罪 你就是犯罪分子的 是不是 他天天指控你有罪 因为律法是挑动恶语的 上章跟我讲不讲道 是不是 律法能把罪挑动起来 律法来了 罪就活了 我就死了 因为你今天罪在犯乱 说明你在律法以下 对不对 对 你若是罪在犯乱 说明你是守律法者 因为律法来了 就把罪就挑动起来 对不对 现在上帝教你在律法以外 去寻求什么意义 因为没有一个人 在律法中下的人 他能够不犯罪的 因为只有在律法以外 到福音那里去寻求 对不对 他已经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好 咱们现在这是一个 一个楼房 这是大楼房 这楼房上 住了很多人 这都是楼房 住了很多人 现在呢 就通知这个楼房 告诉我 现在啊 在楼房以外 在那边有一片麦地 就在那麦地里头 那金元宝以后又都露出来 金元宝 咱现在呢 都得下去 上那个麦地里去找金元宝去 那么这金元宝现在 不在这个楼房 不在这个楼以内的 乃在楼以外 在那麦地里头 是不是 咱们现在开始挖 就挖什么 这伙人挖这个脚 这伙人挖这个脚 就往里挖 挖一挖 炸一下 就炸 就从那里找金元宝 把这楼最后呢 塌了 是不是 炸塌了 人也压死了 因为里边没有金元宝 你上去找也没有用 人家说那金元宝在哪了 在里外 在里外 在哪地方 在麦地里 是不是 那你觉得上 外面都露出来了 显明出来 是不是就露出来了 在哪露出来呢 神的地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在大楼以外 金元宝已经露出来了 是不是 已经显明出来 那我找 我就得上大楼以外去找 不能在大楼以内去挖 听不听明白 不明白 在哪写明的 第一章 第十七节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 在哪写明的 他谁是聪明人 他谁能抓住神的允许 谁抓不住的 就抓住罪的 没抓住 罪是给犯罪的人 对不对 罪的允许 是给犯罪的人 设的 律法的允许 是给犯罪的人 设的 好 找到没 找到咱们一同来 第十七节 一 二 因为神的义 正在的福音上 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一致于信 如经上所记 依然比因信 而生 因为神的印象 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 得找一个准确的 律法 我卖一 对不对 这里边说 在哪 在哪写明出来 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我就去守律法 我没守住 反而守来一身罪 我越守 是越有什么呢 罪 我越守越犯罪 对不对 因为 神的义 不在的 律法 以内 哪点律法 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直接告诉你 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 我得信福音 什么是福音 有的人 就信了多少年 你问他什么是福音 他保证不知道 什么是福音 耶稣道 那道可多了 但我问的是 什么是福音 我们说耶稣是福音 请问 我说什么是福音 耶稣好消息 也不想 好消息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年儿考大学 你别好消息 你姑娘找的好 对象也是好消息 是不是 那天国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得救 得熟 得荣耀 这都是好消息 对不对 那咱们要哪个好消息 什么是福音 如果别人问你 一下把你问住了 你去说福音 就是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什么是福音 就是哥林多 前书第十五章 第三节 这一节经文 你要不知道 你就会了 什么是福音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因死了 而且埋葬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年复活了 这就是福音 你知道这三件事情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何等的重要 重不重要 何等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 耶稣死 解决罪 解决谁的罪呢 解决我们的罪 对不对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他挂木头担当罪 他埋葬就不是担当罪的 他埋葬了 解决你的救人了 埋葬你的救人了 他钉死下 把你的救人钉死 他埋葬了 把你的救人给埋葬了 他从死里复活了 你就成义了 是不是 他为你的罪死了 解决你的罪 他埋葬了 解决你的救人 他从死里复活 解决你成义的问题 那么今天你在救人里活着 在新人里活着 你的罪 是在耶稣基督 定死架就解决的 还是现在还没解决 你的罪在哪解决的 在死架呢 耶稣定死架解决你的罪 耶稣埋葬解决你的救人 耶稣从死里复活 解决你成义的问题 是解决三个问题啊 对不对 那么今天没解决罪的问题 还在救人里活着 看着救人里 犯上罪的人多不多 给肉体认罪 完了之后耶稣学着洗洗肉体 赦免肉体的罪 肉体的罪不是赦免 是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一而活 对不对 我讲过 在上个点我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哪个罪需要洗 哪个罪需要赎 哪个罪需要纸 哪个罪需要除 圣经记载得特别清楚 是不是啊 哪个罪需要纸啊 哪个罪需要纸 纸住罪过 除尽罪恶 赎尽罪念 引尽勇益 封住异象 定高至圣者 哪个罪需要纸 罪过 是不是啊 纸住罪过 罪过是肉体中间的 是不是啊 这个需要纸 借着收起归中基督的死 一死的人 就脱离了罪 纸没纸住 纸住罪过了 那么下面是 除尽罪 哪个罪需要除 哪个罪需要除啊 除尽你们的死刑 那个罪需要除 哪个罪需要熟啊 熟是买回来的 熟是不要的 只是平址的意思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你说没明白 这个问题 你就解决不了 你到耶稣来 你也解决不了 因为你没明白 因为肉体的过犯 借着收起归入基督的死 已死的人 止住了罪过 是不是啊 一死人 借着死 止住罪过 那么罪恶就是 肉体中间那些恶行 需要怎样呢 除掉 除掉罪恶 除尽罪恶 下面是赎尽罪面 才能引尽有益 罪没解决 你不能成义啊 对不对 你无法成义啊 所以耶稣就在实际上 出没处理罪啊 出没处理罪的 对不对 那我成义是 不在肉体里成义 乃在基督里成义 不在亚当里成义 乃在基督里成义 对不对 我成义是在恩典下成义 不在律法下成义 我成义不在肉体中间成义 乃在 属灵的生命中间成义的 我是怎么成义的呢 我是在律法下成义的 还是在恩典下成义的 我是在基督里成义的 还是在亚当里成义的 我如果住在亚当里 第一件事情 我叫执罪 昨天我讲了执罪的问题 一个人执不执罪 就看他在哪里 律法叫人执罪的 你要在律法下 你就执罪 你就知道什么叫罪 你要在恩典下 你就不知什么罪 没有律法 我就不知何为罪 昨天讲了一下 有了律法 你就知道何为罪 今天你知道 你现在在犯什么罪的 说明你再拿一下 在律法一下 今天我已经不知道 什么叫罪的 说明你再拿一下 恩典一下 你就是小孩 这都回转像小孩子 你若不回转像小孩 端不能进天国 对不对 律法决定了 我有罪没罪 对不对 律法决定了 我有罪没罪 我在律法以下 我就有罪 对不对 我不在律法以下 我就无罪了 听不听明白 这就是耶稣 为什么先解决律法的问题 为什么先解决律法的问题 他在 神的一在律法以外 显得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耶稣基督就解决律法的问题 把律法的问题解决 最就解决了 律法的问题没解决 最就没解决 是不是 弟兄姊妹 咱们先看一段经文 先看一段经文 加拉太书第三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 十三节到十四节 十三节到十四节 找到了我们 开神来朗诺这种解决 找到没有 加拉太书第三章 第十三节到十四节 一 一 二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输出我们脱领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反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方人 使我们因信德上所应许的圣灵 好 感谢神的恩典 就你们说 基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输出我们脱领律法的咒诅 现在出不出来 从哪出来了 基督为什么要活成死 把你从律法下输出来 是不是 就是基督 基是基然的意思 是不是 基为我们 不是为别人 是为我们 对不对 受了咒诅 耶稣咒不咒诅 成为上位咒诅 神咒诅 就是人违背律法 这个罪 基督替我们来承受 咒诅 就输出 现在你不要看你自己有没有罪 你要看今天 基督把没把你输出 律法 有没有把你 输你破裂律法 对不对 基督就替我们受了咒诅 基为我们受了咒诅 基督就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输出 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代替你受醒了 是不是 代替你承受律法的咒诅 这是谁代替的 就是基督 神叫基督 在十字架上 已经把这个工作完了 对不对 现在要把你从律法里输出来 他为什么要输出来呢 为什么要输出来 是不是有目的的 他第一件事 代替我们承受律法的咒诅 就输出我脱离律法的咒诅 这是一种咒诅 所以 凡你行律法 为本的都是被咒诅 耶稣就 活上死 要把你从律法上输出来 如果在你身上 不起任何的作用 他输你就没有用了 对不对 他输出你脱离律法的咒诅 你就知道 脱离律法的咒诅 要起到什么作用 不咒诅了 是不是 他就咒诅了 你就从律法中间出来了 对不对 耶稣会不会做枉然徒劳的事 不会 会不会做徒劳无功的事 不会 假如 输你脱离律法 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作用都没有 一点火效都没有 那么他为什么要输 替你 成为咒诅呢 为什么要输出你脱离律法的咒诅呢 是不是有目的呀 那么必须我得知道 因为我在律法下 就一定咒诅你脱离了我 因为我在律法下 我知罪 我知道什么叫罪 我知道什么叫罪 就跟亚当在一边原地 知道分别善恶数 知道什么叫善恶一样 因为律法下 我知道什么叫罪 你今天你要在律法下 你就知道什么叫罪 你知道什么叫罪 你就是大人 你不是小孩子 是不是啊 他把你从律法下属出来 就是叫你不知道 什么叫罪 听闻就明白 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 端不能欺骗我 这就是回转向小孩子 听懂了吗 回转 什么叫真正的回转 回转 回转向小孩子的 耶稣叫你变成小孩子 要 是不是变成了 变成小孩子 你要不变成小孩子 你都不能进天国 小孩子知道上下岁吗 知道 那你知道罪了 说明你是大人 因为耶稣变成小孩子了 耶稣变不变小孩子 亚当照说就是大人 知道什么叫罪 吃完分别 散了水 我就知道什么叫罪 你今天知道什么叫罪 说明你在律法一下 说明你是亚当的后代 你不是基督的后代 对不对 耶稣把你从律法下收拾了 就是叫你变成小孩子 小孩子是不知道善论 是不是 我昨天讲的小孩子犯罪了 法令不能管 照样你要变成小孩子 你有罪了上帝不算你有罪 你说这好不好 主不算了有罪的真人有福了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罪呀 律法来了 你就知道什么叫罪呀 这时候你知道什么叫罪 你犯了律法就犯罪 对不对 你不知道什么叫罪 你犯了那个罪了 因为没有律法了 这个律法不能定你罪 是不是弟兄死了 他就你赎出 你脱离律法的重负 那我就接着死 脱离律法 好不好 接着死 把这个知废的这个人给他定死 这个人死了 他就不知道费 因为把那个知废的老亚当 给你留那个根儿给他定死 因为就是那个亚当的根儿 那个老旧人知道费的 是不是弟兄姊妹 把他给定死 把他给定死 接受耶稣基督 那个小孩子的生命 基督是变成小孩子的 亚当是个大人 亚当吃完分别 上了出火 知道什么叫罪的 耶稣是不知罪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要接受 耶稣这个不知罪的 神秘 不知罪的身体 你才能不知罪 你几时知罪 你几时就被咒诵 你几时就被定罪 对不对 弟兄姊妹 你几时在律法下 律法就告诉你有罪了 你有罪了 你犯这条 你犯那条 你心里这条 我犯这条 这说明你今天脱没脱离律法 没脱离律法 只要有控告你的 你就没脱离律法 只要你心里有控告的 我们找一段经文看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四十五节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 有一位告你们的 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当你里边良心有控告 这说明你在律法一下 是不是 说明你没有向律法死 所以良心的控告你 告诉你有罪 你律法告诉你有罪 你犯律法律法告诉你有罪 耶稣说我不会告你的 有一位告诉 告你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摩西是不是律法的执事 是定罪的执事 今天你感觉到里边 有定罪的这个声音 我有罪了 我的良心过不去 说明你的良心没被洗净 你的良心没被洗净了 你的良心为什么没被洗净了 因为你在律法下 上帝不会洗净你的良心的 耶稣把你救你 赎出你 把你救出来 执事律法的咒读 但今天你没有 顺服他 是不是 你没有顺服他 你没有从律法里出来 所以里边就有一种控告 这种你告的声音 是谁在告的 摩西在告你 摩西在告你 摩西是律法的执事 说明你没有 托定律法的执事 好 咱再看 哥林多后书 灵后第三章 找到吗 找到吗 我们从第七节目下看 那牛子刻在石板上 属死的执事 尚且有荣光 甚至以色列人 因摩西面上的荣光 不能定睛看他的脸 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 何况那属灵的执事 岂不更有荣光吗 若是定罪的执事 有荣光 那称义的执事 荣光就越发大了 你感觉到你被定罪了 你感觉你里边有罪 说明你在摩西的财产 说明你是摩西的本土 我讲 我讲什么 基督的门徒和摩西的门徒 你是谁的门徒 那些使徒跟着耶稣基督 路过了一个卖地 他们饿了就掐起麦穗 他没感觉这是有罪的 耶稣也没说你们有罪的 但法里赛人却知道这是罪的 为什么 因为法里赛人在哪里下 在律法里下 他就把这些犯罪的 那么你今天 你总感觉里边有一种控告感 谁在控告你 摩西 那么摩西为什么控告你 因为你在律法里下 你守律法又犯律法 摩西就告你 所以你里边有控告的声音 你感觉了被定罪 是不是 如果你在恩典下 你笑到压扮了很持续 你就不会感觉这是有罪的 对不对 听不听明白 你感觉到有罪的 有一种控告感在你里边 那就一定在律法里下 不在恩典之下 是不是 恩典是没有罪的 恩典是诚意的 律法是定罪的 你感觉到我今天被定罪了 这就说明 你不在恩典以下 乃在律法之下 你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天天你心里有一种 伤心在控告你 这就说明你在律法下 因为你是谁的门徒呢 摩西的门徒 不是基督的门徒 基督是不定罪的 是诚意的执事 摩西是定罪的执事 你总感觉心里有定罪感 这就说明 你是谁的门徒啊 摩西的门徒 不是基督的门徒啊 对不对 耶稣为什么要把你 从律法下说出来 就不让摩西告你 不让你里边有一种控告感 因为神不够 神不定你的罪 他也不愿别人定你的罪 所以他要把你从律法下说出来 不让摩西定你的罪 好不好 神不定罪了 谁定罪都不好使 对不对 神不定罪了 任何人定罪都不算数 听懂这句话吗 是不是啊 神不控告你了 那么任何人控告你都不算数 神已经成你唯一了 你怎么不相信 你想不相信今天是神成你唯一的 不是你自己成唯一的吧 也不是别人成唯一的吧 是神成你唯一的 那么你今天里边如果有一种 总是给自己定罪 这也是罪 那也是罪 咋吧也也是罪 张嘴也是罪 避非也是罪 喘气也是罪 那就干脆死了得了吧 都是罪 是不是啊 你又病活着了 那天天围绕着罪在转 你并没有围绕着意在转 我昨天讲没讲 我以为罪在转 就是怎么的 就在律法下 靠律法 手了 手完了 饭 饭完了 怎么的 扔完了 洗完了 再手 手完了 再饭 你知道这 这是一条灭亡的路吗 是一条灭亡的路 当你发现了你里面有控告感 有一种声音在通告你的时候 就一定是你在摩西的权下 并不在基督的权下 你在律法下 并不在安典下 对不对 当你里面有一种什么 一种声音告诉你有罪的 那叫什么 知罪 律法是叫人知罪的 当你发现你里面知罪的 说明你是谁的门徒 说明你在律法下 在安典下 律法叫人知罪的 你突然里面知罪的 我知道这是什么罪 你是谁的门徒 摩西的门徒 你不是基督的门徒 你是在安典下 死在律法下 那一定在律法下 因为你知到罪了 就在律法下 你不知罪了 你什么时候不知罪了 你就在基督以下 是不是 上帝要把你从律法下 说出来目的是什么 就叫你不知罪 对不对 就叫律法没办法听你罪 叫律法没办法控告你 叫律法的指示给他废掉 摩西是废掉的 是废掉的 废掉你不要打掉他 好不好 你一手律法 他就醒过来了 他就控告你 你一手律法 没手动了 他就起来 因为他已经废掉了 就像小罗王似的 因为撒末尔已经死了 他还找着牧婆把撒末尔都叫醒了 你打掉他干什么 是不是 摩西现在 那指示废没废掉 摩西的指示 律法的指示 定罪的指示 废没废掉 一手来说到废掉的 定罪的指示 对不对 因为摩西是定罪的指示 基督是诚意的指示 把他废掉才能立 诚意的指示 新约是诚意的指示 旧约是定罪的指示 你是在旧约定罪的指示 的前向 还是在新约诚意的指示 的前向 你是在律法 定罪的这个律法的前向 还是在 不定罪的恩典的前向 是不是 基督子们 你看 这不重要 这是最重要的 是你必须知道的事 你要想今天脱离罪 不是我嘴上说脱离罪的 我今天接受这个道 也不是 就光一个理性 我认可的 你必须记录真理 必须记录恩典中 在恩典 记录所站的恩典中 对不对 圣灵来了 要引导你们 记录一切真理 要不要记录我 我光知道 我光写在本上 这都不叫记录 我光记在脑袋 这都不叫记录 而是我把它存到心里去 信到心里去 这就叫记录真理 对不对 谁说什么 我都会 我都会确定的 对不对 这个人 这个人 你可以看着呢 他围绕着罪在转 不是围绕地在转 不是围绕主在转 这个人就已经在罪法下了 他每一天围绕什么转 围绕什么转 这是罪啊 他就天天围绕了罪在转 围绕罪在转 跑过来跑去 跑过来跑去 天天围绕了罪在转 以谁为主 以罪为主 谁作王 罪作王 叫人死 罪作王的人 你能看着 他以罪为主击 他围绕来围续 以罪为主 他围绕罪不完 我今天犯罪了 犯罪了 认罪了 犯了 认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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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罪 犯罪 是不是这样 守 犯 认罪 再守 再犯 再认 再死 什么 守 犯 犯 认 洗 再守 再犯 再认 再洗 再守 再犯 再认 再洗 守 犯 认 洗 你看看 你不信连一下 来 你把所有的洗连在一起 你把所有的洗连在一起 你把所有的手连在一起 是不是 认连在一起 再把犯连在一起 再把手连在一起 是不是 犯连在一起 认连在一起 认连在一起 这个人 走一条 什么人 车五路 就是车五路 转了 就在家里转了 以什么为重心 你看 他守 守一方 就一个手 下面就引出这么多罪 洗 洗 他说 守 守完了就怎么 认 认完就 洗 洗完了 再扔 再手 再饭 再洗 再手 他有没有明白啊 他知道这条路 这是走不出去的 能不能走去 上帝告诉你 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 忘记 他不忘记 他不忘记 什么 因为立法提醒他有罪 他守的是立法 立法提醒他有罪 他这一手就犯 犯完了就怎样了 这是犯 就犯 犯完就认 认完再怎么样 再洗 是不是 就这样的 就走了一条什么路呢 这叫什么路 灭亡的路 是不是灭亡的路啊 今天在这里的走的人 多不多 这是犹太人曾经走过的路 他们绕到行走 他们在那原地打圈 所以他们都得倒闭荒野 一个人进去 就除了约夫亚家里 另有一番心志 跟他们不一样的 这就另有一番心志 才能进去 剩下全部死的 是不是 全部倒闭荒野 原因 他就在这里都活着 天天去守 他知不知道守不住啊 知道 知道守不住 为什么还守呢 狗吐着来回头再吃 猪洗净回去再滚 就在原地 就在肉体里活着 这个人根本没有记住生命 就在肉体里活着 在肉体里活着的人 他就在律法之下 所以耶稣基督今天 他要基督基督 受了咒诅 去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基督要把我们 从律法中间赎出来 行不行 你愿不愿 被赎出来 愿不愿 你还是愿意 继续在律法下待着 不愿意 不愿意 因为这是咒诅啊 你怎么知道 你在律法下 现在还在咒诅住 你怎么知道 上天要实验所有的人 干脆在律法里下 是不是 在律法下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过犯 你还有过犯 说明你在律法里下 对不对 你还有过犯呢 你还有罪呢 你在哪里下 说明你靠肉体 要守律法 你在律法下 你永远不能重生 你现在必须 从律法下出来 你才要重生 对不对 耶稣基督 把你从律法下 输出来 目的是什么 就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对不对 因为经上记者 把被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耶稣挂命挂木头 他代替你受咒诅了 你还跑律法下 还在罪里头 你还在那罪里头 这是说明你受不受福 没有 耶稣就是你的形象 样式 他已经代替你 承受律法证服 并且没那么 又从死里复活 升到高天 耶稣现在 站在高天 那你的生命 根本跟耶稣 一同藏在神里面 你的生命 还是住在这里面 来 咱们看谁 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面 那么今天 你就在律法下 住在肉体中间 你是属肉体 你还在律法下 住在这里 你就在罪恶一下 因为 你住在肉体里 律法能管人 在活着的时候 是不是管人 在活着的时候 把这些格上 我们再看一下 罗马书的第七章 七章一节 罗马书七章一节 就看这一节经文 这一节经文提醒你 就是你今天死没死 他都死了 你还带着 晚半盘 就像有的人 唱歌似的 唱歌它就晚半盘 晚半盘和丁子 被唱不到一起去 因为你总是晚半盘 唱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你非得把你节奏走 但是 耶稣 耶稣 来个二部 对不对 那再唱完耶 耶稣了 都唱完了 耶稣 耶稣 说说 你来这个节奏 其实跟着 同意的 跟着 重复的 是不是 说明你的脑袋反应 慢不慢 你慢 你唱的时候 你当然跟别人 总是晚半盘 总是晚半盘 啃脚跟 用戏曲的行话 叫啃脚跟 人家 这个弦拉过去了 那个前奏都 都开始了 你怎么啃脚跟 那半盘打的时候 你照在那点打 啪啪啪 是不是 你就照那边走啊 你就不照那点 啪耶 啪耶 是不是 不在人家点上走啊 是不是 这些弟兄姊妹 这些话 我现在对明白 律法的人说 你们其不小的 律法管人 是在活着的时候 你还有罪 说明你活着 是死 六章 来 六章的第一 六节七节 这两节经文 六章的 罗马书 六章七节 六节和七节 这两节经文 能不能 你为什么受洗 受洗就是死了 死了就像罪死了 因为律法管人 是在活着时候 因为你只要活着 就有罪 你只要死了 就没有罪 你现在说你有罪 你是活着是死的 你保证活着 你活着 律法就管你了 因为你在这边活着 罗马书 罗马书 第六章 第六节七节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丁十字架 是非神灭绝 救我们不再做罪的努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你没脱离罪 说明你死没死 你没死 你为什么没死 因为你不信 因为耶稣死了 你必须相信耶稣死 那个丢死的人就是我 但你不相信耶稣死了 你跟耶稣总是晚半盘 不是晚半盘 是晚好几年 不是晚好几年 是晚上千年 耶稣罪结没解决 解决了 解决罪了 在十字架上 已经把罪解决了 买来买账 父没父母 生没生天 做没做在父神的右边 那么他解决的是谁的罪 那我家弹队怎么办 我这专题在网上就讲 我讲上这个课题叫 输血清人经常问话 是属灵的是输血清人 你经常问我在犯地怎么办呢 你告诉我这是输血清 是属灵的 那我在犯地怎么办呢 因为这样你说 一死的人 是脱离贵 你受洗贵徒基督 是不是 你就相信我这受洗贵徒基督 就是贵徒他的死 是不是 他死了 那么你贵徒他的死 他说明他死了 你就死了 受洗贵徒他的死 他死了你还活着 你还犯罪呢 因为他死是向罪死的 你预阻联合 就是他怎么死的 你就怎么死呢 这叫联合上 就用信心联合上 谁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对不对 他都死了 你还没死 你还刚 我还犯罪呢 这说明你活着 你说这句话说明你活着 说明你向立法活着 向对活着 这个权势是不是 律法 你说我还犯罪 说明你脱没脱离罪的权势 脱没脱离律法 你没脱离呀 你是理性上的认可 但实际上没脱离 就出现这种现象 教会会出现这种现象 理性上的认可 实际上没脱离 因为提死的人 是脱离的罪 这是上帝 经口于别人的话 这是神的话 你相信不相信 就接着死脱离罪 我不脱离律法 我就没有办法脱离 对 是不是 我一律法 就叫律法死了 就我可以向神过 因为我只要活着 律法就能管着我 只要律法管着我 我就是犯罪分子 律法就叫我治罪 对不对 是不是叫你死啊 不是叫你活着 那你自己来着活着 还问在上帝怎么办 上帝说你死了 也罪而死了 跟我同死 对不对 那我犯罪怎么办呢 明明明白 这样明明明白 我在犯罪怎么办 假如我今天晚上 我又骂了一个人 在犯罪怎么办 明白没 这人明白吗 对 相对告诉你死 当你没死 你去注重罪 你没死就在罪里头 你没死就像是废活着 你不能像全活着 因为一死再来 是脱离了罪的阶 对不对 就接着死脱离罪 但你就说啥也不死 是不是 我们说信 你记不通死 就信 必须他都过 是这么信 他死了 你信不信 你跟他同死了 你跟他同死 不就脱离罪了吗 那你为什么 不相信死呢 你凭眼见 不是凭戏情 我们形势为人 是凭戏情 不是凭眼见 你为什么感觉 我还是罪人呢 就问你凭眼见 凭眼见 擦一下还疼 这没死啊 是不是 这没死啊 天冷了不还去穿衣服 饿了不还吃饭 渴了不还喝水 这没死啊 这叫凭眼见 凭感觉 上帝叫你凭戏情 不凭眼见 不凭感觉 我们形势为人 是凭个戏情 不凭眼见 好不好 凭眼见 你这一辈所办的 你这辈子不能脱离罪 因为你这辈子 活在肉体中间 你能脱离罪吗 上帝叫你凭戏情 跟他同死 你死不死 死 你准不顺心神的旨意 凭听见我 叫他就去醒了 好比一个聪明的人 把房子跟进 炸在排斥上 雨林 水虫 风吹 撞掉的房子 也跟进 立在什么地方 别往这上见到 别凭眼见 凭眼见 这不没死吗 凭眼见 这个活着 网友好活的 这不是基督在活着 保禄说 活着的已经不是我了 这个人才能服侍主的 用什么活着不是我呢 用信心活着不是我 好不好 活着都不再是我 我已经与基督同听的实价 同听啊 他听了我就听了 对不对 他的形象就是我的形象 他的实价是就是我的实价 那你承不承认呢 承认 承认才脱离律法的 他做成那句 我把你说出来 你能借着洗礼 归动基督死 已死的人才脱离律法 因为律法管人 是在活着的时候 对不对 律法叫做执罪 你活着说 他就叫你执罪 你执罪了 说明你再看一下 在律法 并不在恩典之下 听没听明白 我在恩典下的人 你一说话就听出来了 你是这说话来 我就算过去 你谁说话 你在哪个地方发出声音 谁推出出来的我都知道 我就知道 你是属灵 他是属陆体 对不对 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 你要活着他不就管你吗 你为什么死 不就脱离律法 你为什么不脱离律法 为什么不死呢 要不要死 要不要死 息死 再接着洗礼 归中基督死 这个洗礼是能看见 息死是看不见 接着洗礼 归中基督死 好不好 在形状上 与主联合 死 好脱离律法 好不好 耶稣 替你都受了咒诅了 就输出你脱离律法的咒诅 你得赢得呀 他前面呼 你后面就赢了 他前面说 你后面就信 对不对 他在前面说 末世的话语 你就相信 主了主的话 又是尊重 有了主的命令 又是尊重 这人就是爱主的人 爱主的人 必不能主爱他 是不是 父也爱他 必须要向他写先 阿们 我看今天有多少人能 真正记住 记住啊 记住不用信 不信你在这前面讲 我在下面听 你讲完的 我才能讲下来 保证 一切经文都不拉 你想不想先 你不信你在这前面讲来 对不对 你讲的什么内容 我给你讲 比你讲的还丰富 你不信吗 不信就试试着来 你上次下来讲 我在下面听的 我保证也不做脾气 我现在没有笔 我也没有 什么这讲章 哪个讲章 我就 一本圣经 这就是我的讲章 你相信不相信 大爷 我要写奖章 你说我得拿 拿那个 车拉 我也拉回来 因为我一年 整天这么讲 一年四季再讲 一天四季 那拉奖章得拉多少 不就完了吗 累死我 是不是 所以神 使我的担子清醒了 对不对 因为那讲章 就是圣灵 圣灵 就是你的讲章 对不对 走到哪里头 随着圣灵引导讲道 比你今天 昼夜子在那写讲章 清醒的多了 对不对 你是自己来的担动大 我是重来担动他 你说咱俩谁 清醒 是不是要地球死排 所以他说 你死的人 是脱离的罪 当你收起灰灵 基督的死之后呢 你死的人 是脱离的废 现在你的信仰是怎样的 你不信仰是怎样 向罪看 自己是死的 应该有了罪的 你应该看自己死 你就死了 对不对 向罪看自己死了 是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往下看 死的人 一死的人是脱离的废 上天要考验你 向罪看的时候 你是看死了 还说我还活着 我已经死了 事我已经死了 向罪看 我已经死了 这才叫 真正的心 你看着罪 注注罪的 把方向转移 把中心点转移 从耶稣身上 挪到罪上 从义上 挪到罪上去 从恩典 挪到律法上去 从新约到旧约当时 完了 考试不合格 掉了 上帝要不要考验 要实验一下所有 看看你今天的注重点 中心点是谁 是罪呀还是耶稣 是罪呀还是依 是律法呀还是恩典 是亚当吧 还是基督 对不对 你的中心点在哪呢 是旧约是新约 你中心点在哪 你中心点是谁 你就围绕谁的转 对没听明白 你中心点是谁 谁就是你的主 最做主的 最做王就叫人死 恩典接了一网 一做网就叫我们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永生 恩典要借一做王 对不对 律法要借最做王 听不听明白 那你现在是什么做王呢 一做王是最做王 在律法下最做王 在恩典下一做王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什么做王你一开口就说话就知道 对不对 航家一身手编织有没有 这咱俩现在 咱俩都是练土的 咱俩就打起来 对不对 咱俩打起来 一过招我就知道 你是三脚猫功夫 你听不明白吗 一下就把你打倒 两下就把你打倒了 是不是啊 这说明你是三脚猫功夫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弟兄姊妹要记住了 要把他这个话 刻到心里去 这就是罪 咱们受洗就解决 罪的问题 是不是啊 是不是什么所谓 我先看 以死人是脱离了罪啊 第八节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不必于他同活 你们真与基督同死 就信不必于他同活 对不对 因为直到基督 基督死里复活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 他没受死 向罪死 只有几次 他不是向神活着 这样 你们向罪 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 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 两个看 一个是看死 一个是看活 有哪个眼睛看 有哪个眼睛 有心里的眼睛 一个是看死 一个看活 看看你这个眼睛照明照明 你这眼睛要不照明 用这个眼睛看 有没有罪 现在上帝要你照明心中的眼 用这个眼睛看 有没有罪 好不好 用这个眼睛看 有罪没罪 这才是真的 用这个眼睛看 有罪没罪 假的 你上帝行审判 不凭眼见 断是非 不凭耳闻 你用哪个眼睛看有罪 你说我感觉有罪 我眼睛看有罪 我听见有罪 所以就有罪 将来上帝行审判 不凭眼见 断是非 不凭耳闻 我在上帝讲道 至于死的罪 和不至于死的罪 将来上帝就要看看 这个至于死的罪 看不见摸不着的 就是亚当的 一天圆的 吃分别上树果子 一人犯罪 众人都成为罪 这个罪 你姐妹解决 这罪没解决 天天解决 这叫犯出来的 这叫犯出来的 解决肉体上的过犯 对不对 那个罪 亚当给你留 那个一天圆 违约的罪 如果你能够 看见了 这个罪是 看不见摸不着的 如果你能知道 这个罪把它解决掉了 你就得活了 你就得永生了 你就 一定能进天国 那罪都没解决 你跑到外面 是解决这个罪的 你信不去天国上 来吧 因为他行审判 不是按照那个 看得见的罪审判 行审判不听眼见 断食飞 不听耳闻 它就隐藏在你的 生命中间 那叫什么呢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罪 违约的罪 就隐藏在你 生命中间 也不反应 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也没有直觉 就是没有直觉的 没有感觉这个罪 能杀死你 那是什么罪 违约的罪 亚当这一年年 你今天活在世上 遗传的亚当的罪 就那罪能杀死你 对不对 你是重体过犯 不至于死 但先把那个罪解决了 后面这个罪 就借着洗礼 归入基督的死 刚才就埋葬 好不好啊 行不行啊 这就解这个罪了 那个罪也赎尽尽了 这个罪也除掉了 好不好 一个罪没除掉 跑第二罪里头 跑第二罪 耶稣受了洗归入 耶稣得死 是属我们脱离哪个罪 前约的罪啊 还是西约罪 我今天天天认罪 是跑西约认罪 就跑去 是旧约那个罪 耶稣属罪 属哪个罪 你就得解决哪个罪 希伯来书 第九章第十五节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既然受死赎了人 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便叫他蒙昭之人 舌昭所应取 永远的产业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宝 耶稣是新约的中宝 是旧约的中宝 新约的中宝 那么旧约人 怎么得用 旧约人怎么得用 我讲了一个专题 就是旧约的人 仰望基督 耶稣说 看到了主 大家千万圣者降临 是不是仰望基督 摩西看见了 看不见的主 是不是仰望基督 旧约的人 需要仰望新约的基督 耶稣基督 不是旧约的中宝 乃是新约的中宝 当他受死 熟的不是新约的罪 乃是旧约的罪 前约之神所犯的罪 他熟的是前约的罪 我们今天讨戏约属罪去了 讨戏约属罪去了 臭不错 前约你还没生出来的 说明你在亚当的腰中 对不对 你在亚当里犯的罪 耶稣熟的是前约的罪 对不对 不是熟新约的罪 新约的耶稣立的约 是无瑕疵的 没有罪 你跑新约熟肉底的罪 对不对 熟肉底的罪 对不对 肉底的罪是熟 熟 熟 是纸啊 是喜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是不不倒的理啊 谁来的都没有用啊 除非到这里 听听听看 喝口自己的口味 跑了 他不听了 不听也是在上帝 上帝说 你不是属这群人 你要从这群人中间出去 这群人都是我的 你不是属这群人 你不是我的 你出去 你一动他就出去了 他自动就出去了 所以耶稣基督要上十架 前的时候 那约节的晚餐 最后呢 牛大 自动就出去了 是不是 因为罪人在一人的会中 是站立不住的 他必要出去的 对不对 一人就是七次跌倒 也不至于灭亡 对不对 那个罪人一次没跌倒 他也不能在一人的会中 站立不住 听不听明白 彼得也三次不认主 但是彼得是上帝 坚决的人 是真正属神的人 那么犹大卖主 他不是上帝 所坚决的人 因为耶稣说 我从起头就知道 谁不信谁要卖他 对不对 所以耶稣 做的是心悦的忠报 所有旧约的人 都得仰望基督 对不对 他不是赎 不是赎新月的罪 你上新月的赎罪干嘛 有没有上新月 天天赎罪的 赎什么罪 肉体的罪是赎 是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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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再讲了 这是约翰 这是那个 希伯来书第四 第九章 第十四节 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就已经说了 这句话我讲过 一百多遍 对不对 你在哪赎罪 在肉体的赎罪 对不对 说明你是属肉体的 你要给肉体赎罪 说明你是属肉体的 肉体不能赎罪 肉体的罪是除 是罪是灭绝 对不对 罗马书六章 是不是罪是灭绝 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实价 叫罪是灭绝 肉体是赎罪啊 是灭绝 你把肉体赎罪了 说明你没没明白救恩 没有 你干嘛压根没没明白救恩 对不对 这救恩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跟救恩有没有关 有关 跟救恩有关 我们就回到圣经中间 圣经要帮我 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中 好不好 再看 加兰太书 第四章第一节 加兰太书 第四章 李里写 知道了吗 我说来承受产业的 你是不是承受天国产业的 虽然是全业的主人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农婆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师父就是立法 管家就是摩西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这时候为孩童不是你重生了 你啥也不明白的时候 没接受救恩战利的时候 这为孩童 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只能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 来到 对不对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就是 律法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啊 就是你没重生 没明白救恩的时候 你就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你跟奴仆毫无分别呀 也是犯罪分子 对不对 你是不是跟奴仆毫无分别 你天天以神为中心 你最为中心 没明白救恩 对不对 我现在看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几次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他为什么要为女子 这个女子是同志女所生 是不是啊 为女子所生 为什么要为女子所生 因为女子先 被魔鬼打败了 女子先被魔鬼又魔鬼 耶稣归去生 女人的后裔 耶稣不是男人的后裔 按照人说是女人的后裔 按照神说他是神的后裔 对不对 对 他从死里无我 也大量显得是神的儿子 对不对 他是人子 他就是人的后裔 他是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 才能伤奔为的时候 男人的后裔 没有能伤个鬼的头 男人的后裔 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 被魔鬼打败的 所以耶稣基督 要以女人的后裔出现 来打败这个鬼 好不好 你信谁的信 你信谁的信 信你妈的信 还是信你爸的信 为什么信你爸的信 因为你是男人的后裔 对不对 耶稣是谁的后裔 耶稣是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才有权柄 有能力伤害魔鬼的头 才能大败魔鬼 才能战败魔鬼 是不是 耶稣基督才能够 伤害魔鬼 对不对 败败的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且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是不是 弟兄姊妹 这边要听懂吗 耶稣 也把你从御法下赎出来 你赎出来后得到儿子的名分 是不是这么说的 极致时候满足 第四节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 他儿子的 差遣他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时候满足了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前的人给赎出来 你才能正式得到儿子的名分 你都在律法下 还在犯罪分子呢 还不知道怎么脱离罪呢 还是犯罪分子呢 对不对 还在律法之下 那怎么叫做儿子的名分 那儿子的名分从哪里来的 儿子的名分从哪里来的 是在律法下的人得儿子的名分 还是脱离律法之后得儿子的名分的 你看这个圣经就替代很清楚的 每一句话都实实在在的 记得那么清楚 即使死后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 给赎救出来 赎出来 对不对 你才能得着儿子的名分 不然你想得着儿子的名分 行吗 你出来之后才能重生呢 因为你有律法呀 今天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 但他的良心就是自己的律法 他也在律法里 所以外邦人很多的教会都在律法里 虽然也说信邪度 但他不在恩典下 再在律法之下 他守和其的律法 说明他在不在律法之下 他守雅各司条 说明他再在律法以下 在呀 他是后进去的 他是后进到律法里头 这个就是有的人的费是先到审判台下 有的人后到的 是他自己没事的 我这律法不一定的手 这是廖静的 你看多好 孝敬父母 那时候是不是有孝敬父母 谁孝敬父母也举手来 孝敬的举手 小不孝敬 没法消息 邓静父母那首歌 这做点 那做点 那做点 我就最后弄 弄什么 重生点 鼠灵点 多几点 还什么 还什么点啊 那个一文说那点 那属灵生命能出生点吗 能得到点就行了吗 实际上得到点了呢 那是恩上加恩什么点啊 谁编在那儿画的 还有那天我听到 头皮都直上 可这弄点 那弄点 这一点 那一点 前一点 后一点 上一点 下一点 不要一点 不要强 要一点好 要所有要好 要全部好 什么把产业全部给 恩上加恩 农上加恩 疯疯疯疯疯疯 什么要一点啊 祷告还一点 祷告 对吗 你看这我一听到 我的头皮 我说后边 直报凉风 怎么弄一点 去那 就那些祖宗遗传 那些人教导 教人方啊 是不是教人方 那应用于人的教人方 那并不是圣经的话 那是劝他 你告诉他 起来祷告 他就起来祷告的 律法一来了 你告诉他祷告 这属于律法 律法一来了 罪就来了 罪就来了 我就死了 听不听明白 你给你自己设立的背条 你也打到读圣经啊 那圣经有这么多话 你要是天天读点圣经 读一点 那圣经还能 不知道这个奥秘吗 啊 这是走嘴不走心啊 这一点 那一点 上一点 下一点 最后一点一点 都没有了 是不是啊 你把耶稣全部得起来 充满你的心 好不好 把整个的生命 全部 结束过来 把整个真道行 结束一切 这里什么一点啊 一点行吗 不行 一点你就满足了 那那些东西 那都是过去 我早就听了这个点 我都多少年 就听这个点了 你们怎么把那东西 都吸取来了 那是人间的遗传 是不是啊 并不能教导人 给主做见证 居士哲情 有了主的话 也去 主的命令 也去做 这是爱有主的人 你把圣经的话 磕到你的心板上 好不好 成为灵 成为生命 结束到你生命中间 能比你这一点 那一点 全人方强 今天我在这里 讲到是造就教会 你那一点 这一点 谁都没记住 我到现在 我都没记住 你那点 到底是什么点 对不对 听没清楚啊 休息十分钟 吃个eh 妈妈 都没见到 孙�ess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